我們現在就要拍一張 對 希望我們乾杯 OK 然後我本來說要來來沒有辦法來不及 可以嗎我想要讓攝影師幫他拍這裡 對對對 右邊右邊 不行不行 我請大哥幫你開始了 入鏡入鏡 對啊對啊就是你不然要誰 好啊 謝謝你 等一下 大家再聽一點 還蠻醉的 你打得好嗎 好大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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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大的 好大便 好大便 我要讓你先 박走 可以失眠 不能失去了 看你们拍到其实他 其实他一定会到 这一部分 相遇大学都会想 爱就像高等鲜约 美的美容一花一花 难免受伤 重要的是不了的沙巴 没有明明才不害怕 为了梦想通着成长 我烦恼太悲动你不好 烦恼太冲动也不好 烦恼自信太动了 烦恼烦恼钻尽了牛角 你买一次给他们两个 烦恼太愚蠢更不好 烦恼谁都不明了 烦恼太烦恼的不明了 这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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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 我讲的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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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不讲的好事 你应该拿片炮 我打我了 你不想错了 跳我了 实际上拿片炮了 是不是 烦恼太烦恼的不曉 烦恼太冲动也不好 煩惱自信在動搖 煩惱 煩惱在經過的房 煩惱在經過的房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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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煩惱太陽就更不好 煩惱生日不明的房間 煩惱太陽 謝謝 謝謝 你不然跟你講過什麼事 對 習慣寫卡片沒錯 就是在新年的時候 會給公司的一些同事們 然後今年拍這個賀卡蠻特別的 因為我在這個星期天1月11號 就台北的簽創會 我會非常特別的發送100張賀卡 給前100名的歌迷朋友 而且是我自己親手寫的東西 絕對不是簡單的什麼 新年快樂恭喜發財 因為我真的很喜歡寫卡片 所以裡面一定會有一些 自己的巧思啊 然後可能會來一些文字創作之類的 所以是非常值得收藏的 所以希望大家簽唱會的時候 就可以早點來排隊 我剛剛就是突發奇想 就是來個時尚的結合 就大家一般新年當然就是 會擺一些很開心的表情 我剛剛就是跟了那個炮竹啊 來一點就是性感 就是一般大家想像就是拿皮鞭 都會很性感的感覺 那我就把鞭炮當作皮鞭 所以我剛剛有擺出一些 比較讓人會覺得長大了的那種感覺 不過公司應該不會採用 因為那實在是太奇怪了 可是剛剛自己擺起來 覺得還不錯啊 如果說有幸運的歌迷朋友 可以拿到的話 我覺得也不錯 照片方面 我不曉得會不一樣 會不一樣 會不一樣 然後內容也會不一樣 然後說不定有幾張 還會有一些我的唇印啊 指紋之類的 指紋好像有點危險 可能會拿去做壞事 那就是唇印 然後或者是 會 我自己平時書寫的習慣 就是我會貼一些可愛的貼紙 或者是會用一些 彩色的筆去寫 反正大家都是會 收藏到不一樣的卡片就對了 不會啊 因為這算是我都寫好 然後前100名 就等於看你們自己的運氣 我可能第一個 也許字會特別多 然後到後面我可能寫酸了 就少個兩行之類的 但是這都是我的心意啊 我想跟朋友不會去計較的啦 我完全沒有再收到新春賀卡了耶 對我覺得現在可能就是網路發達 大家都是寫Email啊 或是傳簡訊 那賀卡真的就是 除非你有 就是住在遠方的朋友 才會收到這些卡片 不過還好 我覺得藝人很幸運的地方是 就是很多公民朋友 他們就是會寫信給你 所以到了什麼聖誕節啊 中秋節啊 新年甚至是母親節 我都會收到卡片 所以我就會覺得 我至少藝人還是可以得到這些 祝賀的東西 只是可能現在一般人的生活 我已經沒有這種書寫的習慣了 因為耍大牌這個東西是很無聊的啦 我也不知道該怎麼回應 因為 嗯 就是媒體要這麼寫我也沒有辦法 但是我是非常問心無愧的 就是我對每一個工作人員都非常的體貼 然後我對於工作上就是很敬業 我相信你們這樣每次來拍我的話 我覺得這都不是我裝出來的 我是什麼樣子就是什麼樣子 所以我一點也不會覺得說他們今天寫這個 我就因此要變得更刻意 更 對媒體更體貼 因為我本來就是對媒體跟工作人員就是 非常友好的關係 所以我根本不會被影響 對 只是希望那個讀者們啊 或者是網友們就看到了一些 非常不實的留言 可以懂得 就是謠言之餘之餘 我覺得那一趟去內地的行程 其實基本上都非常充實 而且跟媒體的關係也非常好 偏偏只有那一次 就是上過那麼多個十幾個節目 幾十個節目來 就只有那個節目講 我想這中間一定是有誤會 那那天其實發生的情況 我是完全可以跟大家解釋 就是我們完全不了解製作單位的錄影流程 那我們就是先做了訪問 結果後來呢製作單位就是要求說 你要趕快去做彩排 所以我們就先終止訪問 我們就趕快先去做彩排 後來就被帶到後台的時候 我們就想說有聽到媒體在反應說 還沒有訪問完 我們就請媒體再進來化妝師訪問 其實就是這麼簡單 但是後來就可能有人就是覺得很不開心 然後就把這件事情就移而傳而出來 那我覺得我們也是很無奈啊 因為我們就真的都有盡力去配合所有的宣傳 然後跟媒體的訪談上也完全沒有任何的問題 而且還說什麼隨行的人超多 我從來都不是一個大牌場的藝人 就是很簡單的經紀人還有裝法就跟我一起去 就這樣子而已 那其他都是唱片公司 他們另外有安排 本來就是電視有電視宣傳 然後網路網路宣傳 平面平面宣傳 這都是非常正常的事情 那可能就被誇大了 我想 剛開始我聽到這消息是覺得很無奈 而且也會覺得我身邊工作的人也蠻無辜的 但是我想這件事情應該也維持不久吧 因為我還是相信時間可以去證明一切 我們的為人是怎麼樣子 就會是怎麼樣子 這種東西應該還是有一天會停止的 不過還是希望大家不要誤會 好不容易宣傳就發生這樣的事情 然後以後會不會覺得抗拒所有大陸的人 其實真的完全不會 因為我那趟內地行真的很開心 第一天發生的那件事情 但是日後每一天其實跟各個電視台 各個城市的電視台跟各個城市的媒體 處得真的都非常好 而且完完全全就是他們都對我非常照顧耶 而且我就會覺得說 這真的只是少數媒體在講這些東西 所以希望大家就是看看就算了啦 現在新聞真的就是這樣 謝謝 謝謝